yes 没有错 就在一个星期前 我的电脑中雷了 今天不是一个原神影片 而是分享一个真人真事的影片 yup 就在这支影片上传过后的一天 也就是26号 我的电脑中雷了 就是电脑在下雨的时候 被雷劈一神 直接挤了 先告诉大家我的电脑是怎样中雷的 然后这就是我的电脑了 然后这边左边是借那个extension cable 给两个monitor用的 右边黑色这个插头是连续PSU给电脑供电的 平时下雨天我们家的电脑啊 Router那些啊 都不太会关电 只是如果响雷很大声的话才会关 OK so 26号下午下有一场不是很大的雨了 那时候也没有打雷 我就很chill 走去厨房要喝水 然后走到一半 突然间真的是突然 响雷就很大声 我就心想两个字吧 凉了 水都不要喝了 然后我马上跑回去我房间 第一幕看到的是我两个萤幕 直接没有display去了 然后我闻到有烧焦味 我就已经知道凶多吉少了 我当时就直接按那个开机的button 可是电脑还是萤幕啊 都完全没有反应 过后我马上关电 再拔掉插头 但一切都太迟了 当下我说 选拔了啦 选拔了啦 我还有专门做一个开箱的video 过后 终于等到停雨了 我就试下开机 结果还是一样 没有任何反应 风扇都没有转 没有灯 也没有画面 我当时就整个脑袋放过 非常的骄傲 加萤幕 因为我才刚刚要认真做起这个权 然后现在直接来一单这样 我这个人 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电脑前面的 电话通常只是用来刷社交媒体 也没有游戏在上面 最多只是一个pokémon go 然后是出去旅行的时候才玩罢了 所以电脑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 现在最重要的东西 很有可能要GG的 其实我最怕的叻 还是里面的资料 有1TB这样多 都是我这4年来的东西啦 包括是在学校啊 YouTube啊 游戏里面啊 等等 各种的memory 之前record好的video 全部都没有backup到cloud方面 讲到backup了 虽然自己知道要backup 但是就是有一种心态 就是反正电脑都不会无端都坏 所以直接save在电脑就好了 那么要浪费那个时间 那个位置 去save去cloud 可是意外这种东西啦 真的是predict不到我 然后就像这样 直接扛了 然后我和爸爸讲这件事 他也和我一起熬夜抢救我的电脑 到3点多啦 首先就是他负责拆掉PSU 看一下里面的component有没有烧掉了 然后刚好手头上有多一个朋友给的650W的PSU 我在这边感谢这位朋友 我电脑用着的PSU是来自firstplay的DK 500W 80fps 而这位朋友的PSU是来自Coldermaster的GX 650W 所以如果要代替照理讲是可以的 就只是来跑一个Ryzen 5的2600W再加一个GTX的1660W 基本上650W是绰绰有余啦 所以当时就是你们知道我那黑暗的内心突然有那么一点点的阳光开始照进来 然后我爸爸就check到了有一个小小的东西烧掉了 但是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叫我找下看这个PSU的Diagram图有没有写是什么来的 也就是那种电路图 它会跟你讲哪个component是安在哪个地方 但是这种图啦 我找遍了整个Google都找不到这模特了啦 OK 至于那个650W的PSU 问题来了 我是完全不知道PSU的cabel要怎样插 它是有分很多cabel跟bord的 很像PCIE啊 EPS啊 24PIN啊 SATA啊 等等 我们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参考那个烧掉了的PSU的cabel 它怎样插 我们这个就怎样插 天真的我们以为那么简单 却发现两粒PSU 有些cabel和bord是不一样的 一些这里有的反而那一粒没有 最后我们决定用这个烧掉了的PSUcabel 然后插去这个650W的PSU的bord 然后开机 却没有反应 这时我们就开始怀疑 除了PSU烧掉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还有其他的零件也坏了 我们就把motherboard graphic card hard disk 开始全部拆掉 一个个check啊 清理回程啊 过后再全部按回去 过后 我们有try这叫做paper clip test的东西了 就是拔掉全部cabel 只是插着那个24PIN的cabel 去PSU 然后吐出来的这个上面这排 最左边开始算起第4个跟第5个 放一个paper clip进去 然后再开店 如果这时PSU的风扇开始转了 就代表这个PSU是正常的 Guess what 烧掉纳力PSU as expected 是不会转的 然后650W的这个PSU 竟然会转 就代表没有坏了 突然 又多一点点的阳光 照射进我一模的心 那时差不多了 3点多了 我们就第2天撒下去 第2天27号 知道了650W的这个PSU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focus在那些cabel 因为现在有 沙尔的纳力PSU的cabel 和这类650W的cabel 所以我先是用 沙尔的纳力的cabel 如果 真的插不进650W的bord 我才会用650W PSU本身的cabel 插好了我们就开机 然后我们看到motherboard的后面 会闪一下等 哪里 从四几次都是一样 只是开机的时候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 整晚都是这样 没有什么好消息 过了1天28号 我无意中霸掉其中一个 从PSU去motherboard的cabel 然后开机 诶? 突然CPU和电脑的风扇 开始转动了 我当天是已经开始看各种二手架的PSU啊 motherboard啊 差不多是属于死刑的那种物料 突然 又有更多的阳光照射进来了 然后motherboard的后面没有闪灯了 我就很开心 就接monitor期待看到有画面 然而 只是风扇有反应 却一直没有画面 我就猜一下 是不是只有给到风扇电 而其他零件却没有电 然后我就把PSU上的全部cabel 搬下来 换成650W PSU本身的cabel了 再重拾 突然有画面了 我那时是非常的激动 但是不对啊 会进不到windows的 我发现到画面显示是没有boot device 我就进去BIOS 选择我的SSD 但是 wait what 我本来有两粒SSD加一粒HDD 可是boot device那边只是显示一粒SSD 然后那个SSD是装游戏的 而不是Windows的那里 就代表我有一粒装Windows的SSD 跟装资料的HDD没有detect到 然后我就关机 换SATA cable啊 换Port啊 还是一样detect不到 我就知道 熊躲几手 我又有把detect不到的SSD装去另外一架laptop4 也是一样detect不到 我就知道我的disk 我的回忆 我的青春被雷 劈走了 我之前其实是有backup一点资料到cloud的 那时是要做clean install windows 所以我才做backup 之后我找回看还剩下多少资料在那边 再确定两个disk已经detect不到了 我就决定要formate掉手上这一张 唯一新存下来的SSD 做回我的windows driver 然后我爸爸也有给我500gib的hardtest作为资料放的地方 install了windows 10 然后准备要安装drivers和program的时候 你们猜猜发生什么事情 blue screen哦 我一开始以为是供电不稳定 因为那时我还不确定我借的那些cables对不对board啦 过后几次都是一样 一开机进到windows不到几分钟就blue screen了 我就有特别留意那个error code 是写critical process style Google耳朵发现可能是有corrected的file 还是memory 我也试过用那个cmd sfc scanner 还是dism checker 都还是修复不到 我也有怀疑过 是不是那个幸存下来的SSD 也差不多要不行了 然后我找了另外一个laptop 用USB install windows 也是一样用不到一下 就blue screen了 然后error code也是一样 critical process style 我就撇开之间的怀疑 可以确定的是 这USB的windows installation一定有问题 我就找来了多一个USB 重新倒入一次那个windows的installation 再重关window tank OK 这次总算稳定了 Day 4 29号 我直接跑完windows update driver program什么都下载 我也借此机会直接再upgrade上去windows11 体验一下 然后我这里SSD只有500gib的位置 要放windows 要放Adobe 要放program 所以游戏不能放太多 我目前只放了原神啊 飞龙人啊 moreframe啊 还有LL 一个闪电 我来算一下一共损失了多少啊 FIRST PLAYER DK500W 80bronster PSU 大概是163块马币 Galaxy Gamer120gib SSD 大概是129 Seagat Barracuda Green 1TB 大概是135 全部加起来一共是427块马币 我是觉得满水也很庆幸我的电脑可以起始维生的 幸好没有SALO motherboard啦还是Graphica那些啦 只是PSU少掉了 然后SSD跟HardDisk配账 然后也很庆幸 还有一个可以代替的PSU可以用 虽然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过 但至少电脑还是可以用的 大家用电的时候也要小心 下雨的时候记得把电源Bot掉 不然也可以买一些防雷的插座啦 然后我下次下雨不管大或者小都会这些关机的 一次就怕了 感谢大家听我今天这么唱的分享啦 然后下个影片见啦 Peace